我这一生搭配就是 转为为了香港搭配的 因为香港不是比较复古红吗 然后我想就比较港风可能 拍了很多的照片 就是各种的游客打卡照 网上也就很流行的 那个什么成功人士三天套 有拍 但人人实在太多了 不是很好拍 笑得很不容易 一直没有办法停止笑 Dolfi的那个朋友的那个表演 刚好这个假期然后遇到 所以就当然一定要特别大 感到 Magic 我们真的喜欢 Duffy的角色 你也不得到那些 美国的角色 好热情 然后进来会带座位啊 然后会告诉我们坐哪里啊 然后有什么吃的 吃的在哪个方位啊 一是就是海上有这个情调 二就是我第一次离这么近看烟花 然后其次震撼呢就是 它的一些造型啊 或者是它跟随这个节奏 绽放的这个过程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在这里啊 我们多数都买香港出的那些东西 是呀 还有香港特色的食品啊 所以一开始就好一点 平凌凌凌 一个粒粒牛啊 一个都喝得杯子的 都不错啊 我们也在港片里边看过庙街嘛 身离其境很有那个港片的那种 就是即食感 我们也在港片里边看过庙街嘛 身离其境很有那个港片的那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